你们的家庭里面 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 上帝是一个喜欢赐福给我们的人 当我们祈求祂的时候呢 圣经就说当祈求 祂就应允我们 但是当我们来到祂的面前的时候 让我们先谦卑我们自己 我们要来到祂面前的时候 我们要把我们的敬拜 把我们的赞美都归给祂的时候 我们先祈求耶稣基督的宝血 来厚厚的遮盖涂抹我们 好叫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 这样呢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祈求呢 就能够毫无拦阻地上到天堂那边去 到了上帝的宝座前 上帝听了 上帝就用祂无限的恩典 祂的大能 祂的全知呢 来应允来回应我们 我们存着信心 我们来祈求 今天早上呢 我的太太她知道我 晚上会来到大家当中 跟大家一起敬拜 并且在这边来分享 来传讲上帝的话语 她就问我 你这一年好像蛮多次 去到Dr.Guan的教会里面讲到 你有算过吗 到底有多少次 我说我真没有算过 不过我有记录的 要算的话 真的是可以算 但是呢我就告诉她 按照我的记 我记得了 没有太老 不会忘记 大概今年每个月 平均每个月都总有一次吧 她说 这样的话你在Dr.Guan的教会讲到 好像比在我们的教会讲到更多 感谢神 非常谢谢长老的信任 还有他的邀请 当然还有林林姐妹 我每次就是等着他的message来 Dr.Guan 这个乐器你可以吗 等等 在过去呢 我就比较少来到大家当中 就是偶尔来 那个时候 我用上帝的话语 跟大家分享都是 topic by topic 就是一个的专题 一个的专题 一个的专题 有时候我们谈事奉 有时候我们谈敬拜 有时候我们谈宣教 有时候呢 我们就来谈 我们能怎么样能够在教会里面 彼此相爱 我就想了 既然Dr.Guan这么的一个的信任 我就接着下来 还有很多的机会 跟大家一起来 在圣经里面学习 我就想今天呢 好不好 我就换一个的方式 从今天开始呢 我就用一卷的书卷 就是圣经里面的一卷书卷 开始呢 我们很有系统的 一章一章一章去查考 当我们这样很有系统的 一章一章去查考思想 然后应用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的方式来学习 之前我们是从一节经文 两节经文 或者一段经文 现在我们能够从整卷的书里面 从整卷的书里面 我们能够更清楚的 看到上帝的整个的作为 我们能够更清楚的 看到人在跟上帝相遇的时候 人的一些反应是怎样的 以至于今天 我们懂着这个圣经 我们查考 我们祈求上帝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我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呢 当我们这样来查考 我们能够有一个 更完整的一个的图像 然后我们的信心呢 是建立在圣经里面的 我们的信心呢 是有根有基的 因为上帝说 祂的话语立定在天 不会更改 因此今天开始呢 我就会用越拿书 来跟大家一起来思考 我会用这个越拿书 然后下一次就是第二章 然后再下一次就是第三章 再下一次就是第十章 这样的话 当你知道 下个星期是 吴医生来到我们这边来分享的 你就可以一线来看 看一遍那遍的圣经 因此呢 我就相信神会更加的祝福我们 让我们真的 祂的话语 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我如此相信 我如此传讲 这个是我师父的一个的信念 好 我们先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你的子民来到你的面前 你来圣经里面 允许说凡你的子民 愿意谦卑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并要临到我们当中 因此在这边我们用信心来宣告 你就在我们当中 你要赐福我们 你要医治我们 你要引导我们 你要安慰我们 你更要我们能够在这个的世界里面 成为主你美好的见证 因此今天我们要打开你的话语 传讲 颂读 聆听的时候 让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如同你行在天上 也让你的旨意 能够成全在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家庭里面 使到众人能够认出 我们是你的门徒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 让我们的侍奉 能够使到人得益处 也让我们在有生命 有气息的时候 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管道 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阿们 好不好 我就邀请大家 把这个圣经打开 就是越南书第一章 越南书呢 不多就是有四章的经文而已 在这么厚的一本圣经里面呢 相当难找 我们也可能不太熟悉 它是在旧约的相当厚的一个的部分 如果你是手机的 就很容易找了 如果你像我这样的一个传统的 纸本的圣经的时候 有时候找一些 我们不熟悉的经文呢 是蛮困难的 但是不用紧张 我们不是比赛 不是说你翻得慢 就是灵命比较差 翻得快 灵命很好 不是 千万不要有这种的压力 所以慢慢找 如果你是拿这种纸本的圣经 有时候一些经文 你找不到的时候 很容易的各位 越南书在哪里呢 越南书就在创世纪的前面 因为创世纪前面有目录 你就可以看那个目录 然后就可以很好的把它找出来了 好不好 我们打开这个越南书第一章 让上帝的话语 来向我们的心来说话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不能够从第一节 一直读到第17节 最后一节了 除非今天我们大家都同意 我们聚会到12点 但是显然不会有人太同意了 我也希望Dr.关不会ban掉我 所以我还是遵从大家的规矩 抓紧时间 我们不可能从第一节读到第17节 但是我会在我的分享当中 就点出一些的重点 当我讲出那些重点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邀请大家 一起来读一两节的经文 有时候我只是邀请大家 你就来看这个圣经里面的一些的叙述 里面的一些的情节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讲到约拿树的时候 是否是这个的图像 首先出现在你的脑海当中 就是约拿树讲到一条的大鱼 把这个的仙字吞在肚子里面 各位这样的一个的故事 当然是一个很高潮叠起的一个的故事 连我们的主日学生都非常熟悉 Oh Prophet John 就是跟一条大鱼是有关系的 一个以色列的仙字 为了逃避三帝的差遣 竟然后来沦落到在大鱼的肚子里面 三天三夜 你可以想象那种非常狼狈 非常臭 在这个大鱼的肚子里面 然后呢 就是这样非常狼狈的 最后被大鱼吐掉 然后在海滩上 他就垂头上去 或者就是心甘情愿 或者是心不甘情不愿 然后去回应三帝的护照 当然今天我的主题就是 让我们来回应神的护照 让我们来回应神的差遣 各位 越南书 他不是在讲一条大鱼 当然那条大鱼 让我们印象很深刻 不过如果我们只注意那条大鱼的时候 恐怕我们错过越南书里面 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的神迹 当然这个大鱼把越南吞掉 然后三天三夜再把它吐出来 是一个神迹 但是越南书里面有一个更大的神迹 这个更大的神迹呢 就是一个外邦帝国 一个拜满天神佛的一个的大帝国 一个抵挡神的一个的大帝国 竟然 印着一个从一个小地方来的一个的先知 这个先知可能就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在传讲上帝的话 但是上帝竟然使用这样的一个的先知呢 使到这个大帝国的首都尼尼韦 从君王 国王到平民老百姓 从最年长的到最年幼的 每个都回转 信靠了上帝 各位这起步是一个更大的神迹吗 其实大鱼 这个字眼呢 在越南书里面呢 只吃先过两次而已 而神的大能 却在越南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开始 一直去到最后一节 神的慈爱 神的信实 神的坚持 神爱世人 就是从第一节 一直去到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 越南书其中一个主题是讲呼召 呼召是什么呢 呼召是神用祂的神圣 用祂的主权 用祂的爱来呼召我们去回应祂 祂要交托我们一个的使命 祂盼望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使命 不单止我们的生命而已 很丰盛 当我们完成这个使命的时候 身边的人就可以 因着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福气 今天呢 我们就从上帝这个呼召来开始 我们来看这个先知怎么样 面对上帝呼召的时候 祂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因此我们能够从当中来学习 我们先来看第一章第一节 各位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节 那边说呢 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 悦拿 有些不相信神迹的人 他这么批判说 他说不可能啊 悦拿这个故事是假的啦 悦拿这个故事是虚构的啦 悦拿这个故事是你们这些相信上帝的人 编出来的啦 因为人不可能被一个大鱼吞了 还能够活三天三夜 然后活生生的吐出来 这些不相信神迹的人呢 如果不相信神迹的话 基本上可以不相信神啦 但是如果我们相信神是一个 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的 连他连宇宙万物都可以创造的一个神 这样的一个神迹 难道不可能发生吗 另外呢我们能够从这卷书的第一章第一节 那边提到亚米泰的儿子 悦拿 在其他的书卷里面 比如说在这个的《猎王记下》 《猎王记下》的第十四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 大家不必犯了 我都把它打出来了 那边也提到 那边说 犹大王约亚斯的儿子等等等等等等 那边也提到 你看到红色那个字 我标识住的 那边也提到一个叫做 亚米泰的儿子 先知悦拿 不单只提到这个悦拿的爸爸 是叫亚米泰 也提到他的家乡 在加特 他是一个西佛人 各位有名有姓 各位有爸爸的名字可以查 各位有地方可以查 这个绝对就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是一个当有名有姓 白纸黑字的时候 我们知道 约拿 他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真实的人物 当我们把这两段的经文放在一起 我们可以做一个的结论 约拿的确是一个活生生 曾经在历史里面 是一个的先知 他是北国 以色列国的一个先知 那个时候就在 耶罗布安二世的时候 上帝呼召他成为一个的先知 其实当时不只他一个人做先知 跟他同时代的先知 还有我们熟悉的 比如说以撒亚先知 弥加先知 和西亚先知 还有阿摩斯 这个的先知 你说这个约拿的故事是虚构的吗 如果我们相信 耶稣不会说谎 我们就一定会 接受 约拿的故事是真实的 因为去到新约的时候 耶稣也曾经 引用过约拿这个的事情 耶稣说 你们看过一个神迹 就是约拿的神迹 将来要在我身上 有更大的一个的神迹 耶稣绝对不会说谎话 当耶稣引用约拿的故事的时候 让我们知道 约拿发生的这些的事情 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还有神对他的一些的 呼召神的一些的作为 都是非常真实的 因此今天我们 要怎么样从约拿的身上 还有他跟神之间的互动当中呢 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 让我们从这个第一章的经文里面 有提到三座的城市 这三座的城市 我们一个一个去寻访 让我们从当中就来开始了 你喜欢旅游吗 我相信每个人都喜欢旅游 我们现在就出发了 Sit back and relax and back up your safety belt 好 我们就去到了 这个尼里维大城 尼里维大城在哪里呢 他大概就是在今天 这个伊拉克的地方 当时候 就是在就业的时候 尼里维是亚述大帝国的首都 大帝国已经猴八百了 更何况这是大帝国的一个首都 而且尼里维是一个 已经有很古老历史 很长久的一座城市 在创世纪就已经记载 尼里维已经开始有人居住了 这个尼里维大城 在越南的时代呢 他在最辉煌的时候 你说他已经距离我们 现在整三千年了 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呢 因为有考古学家 他们去挖掘 他们去测量 他们考古 他们不是考古的哦 他们真的是用科学的方法 来测量 来定出那个的年代的 我一个很尊敬的老师 在加拿大的 他是一个我们华人 街里面少有的华人 圣经考古学家 我就是从他身上来学习 他们告诉我们 在挖掘到测量当中 在这个尼里维城 最辉煌的时候 也根据一些的泥板 为什么是泥板呢 因为当时还没有发明纸啊 他们就是用那些泥 搓搓搓 泥还暖的时候 就用一些尖尖的 在上面刻 记录下一些的事情 就根据这些记录下来 还有挖到的一些的 考古的 以及的 原来啊 这个尼里维城 周长 周长就是它 一个圈大概有多长呢 96公里 一个圈有90公里 96公里 接着下去 我们会在第三章 第四章的时候 会看到 那边圣经有记载 你要走完整个尼里维城 要三天的路程 根据当时人走路的 速度 要记得 当时没有 Everyone Can Fly 当时也没有 你的Mercedes Benz 更没有 你的Adidas 你的Nike 你的Reboard 当时的人走路 大概一天的速度 是30公里 这个就跟考古学家 测量出来的 就不谋而合了 三天的时间 大概就是90公里 90多公里 它有两层的城墙 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的城墙 是一层 它是两层的 Double layer 这两层的城墙 有多高呢 15公尺 就是45尺 这么高 然后呢 它的厚度呢 是足够有8辆的 马的那种战车 在上面兵排 在那边来回来跑的 是一个在当时的世界里面 非常坚固的一座的城 是一个一守难攻的一座城 当然它是首都 亚述帝国的 皇帝住在那边的 当然就是要一个 最坚固 最坚固的一个的城池 今天我们可以 从一些考古的挖掘里面 去感受一下 即使是3000年前 这个林林围城 已经有很高度的文明 在很多年前 我就带了我的家人 去到这个英国的 大英博物馆 英国大英博物馆 被称为世界上 四个最出名 或者最有价值的 博物馆之一 据说了 我没有 真的是没有试过 据说呢 里面收藏的东西呢 我们一样东西 看一分钟 一样东西看一分钟 一世人也不够时间看完 我们人生苦短 我们只有半天的时间 我就带着我的太太 我的女儿去到那边 我就说 哎呀 这么多 看不完的 我们就选那些 跟圣经有关系的 那个也是我非常有兴趣的 然后就带他们去走 然后就根据资料呢 我们首先来到这个的 第十号厅 The Hall No.10 这个就是放了 当时泥泥围城的 城墙的大石头 你看到这个 运君潇洒 高大威猛的 这个穿蓝色衣服的 站在那边 不用怀疑他就是我 但是刚才那些的形容 是非常的夸张 我后面 然后再一个 再放大一点点 这些都是当时的城墙 然后有很多的浮雕 这些浮雕呢 就让我们知道 三千年前在亚述帝国 在尼尼围城 他们的生活方式 宫廷里面的生活 打仗的时候的等等 都非常栩栩如生 即使过了三千年 你说这个城墙 只是这样一块板 不是 这是一块大石头来的 你说我只看到扁扁的一片 因为它把整块的大石头 镶在这个墙壁里面 这个让我们想象一下 当时这个城墙 那种的是用很多的 类似这样的大石头 来建立起来的 这个的城墙 然后它周园是96公里 不可能只有一个城门 根据现在为止的一个挖掘 这个城门 一共有八个城门 每个城门在前面 都摆了一个非常恐怖的 一个的怪物 我不是走着中间这个 旁边那两个 我故意叫我的太太 站在那边 要让大家看到 它到底有多高 高过一个成年人 差不多到天花板这么高 哇 这个真恐怖 这个怪物 人的头 狮子的身体 有老硬的翅膀 然后有牛的脚 这个是典型的 亚述帝国的一个守门神 so call 都摆在那个城门的两边 各位 这个让我们稍微能够知道 即使三千年前 在尼尼围城 已经有这么高度的文明 而且根据这个越南书第四章呢 在当时住了六十万人口 你说六十万有什么多 根据当时的标准 这个已经是一个超级大都会来的 神有什么计划呢 神对这个的超级大帝国的首都 里面的君王 里面的老人家 里面的成年人 里面的青年人 里面的儿童 里面的小孩子 神有什么计划呢 我们来读第一节跟第二节 我读给大家听 耶和华的话 领到亚米泰的儿子 越南说 你起来 往尼尼围大城去 向其中的居民呼喊 因为他们的恶 达到我的面前 他们是一个 白偶像的一个的帝国 不止白偶像 非常淫乱 然后他们的军队 是非常凶残 上帝说 他们的恶 达到我的面前 现在我猜浅你 去到他们那边 我猜浅你去到那边 把我的信息来告诉他们 各位让我们注意 耶和华的话 领到这个的字 这个的字 当出现的时候 特别是在救援里面 都是作为神 呼召一个限制的 一个standard的 一个标准的 一个formula来到 耶和华的话 领到以赛亚先知 耶和华的话 领到摩西 耶和华的话 领到耶利米 现在耶和华的话 就领到 这个亚米泰的儿子 在当中呢 整个的旧约 耶和华的话 领到某某先知呢 出现112次 每一次当这样的句子 出现耶和华的话 领到的时候 都带着神的权威 都带着神的权柄 都带着神的主动 都带着神的启示 然后现在神就吩咐 他说 愿啊 起来 往尼尼围 大城去 我们来思想一下 这个起来 这个字眼 这个起来的 这个字眼 在希伯来文里面 就是原来的文字里面 叫空 这个空的不单只是 现在我们起来 敬拜神 赞美 我们拍手 不只是这个动作 他带有时间上 你必须 马上 你必须刻不容缓 你必须立刻 你必须一刻也不要等待 就要有行动的 这种起来 因此我们 看到这个第一章的经文 我们继续看下去 你会发现 整章经文里面 出现三次 起来 这个的动词 他刚好 这三次起来 都是这个 约拿书第一章的 故事的叙述的 一个的脉络来的 一个的骨干 一个的backboon 来的 我们来看 神吩咐约拿 赶紧去 你你为 一刻也不可以怠慢 因为呢 那边居民 那边的人的恶 已经来到神的面前 各位 你跟我都非常清楚知道 罪人唯一的结局 是什么呢 罪人唯一的结局 就是永远的死亡 永远以神割开 永远在地狱里面 永远以天堂的 那个福乐 永远的割开 但是我们知道 慈爱的神 信约在彼得的书信里面 这个慈爱的神 他说 我不愿一人沉沦 我愿万人都得救 我们不要时常想到 这个 上帝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老人家 拿着一个藤边 就看到谁犯罪 鞭 谁犯罪鞭 然后很喜欢处罚人 很喜欢把人送去地狱 我们千万不要想到 上帝是这样的 上帝反而是像以细节 先知这么说的 上帝这么说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勇士来启示 这个非常严重了 这个非常严肃了 因为没有一样东西比上帝大 他不能只做一个更大的来启示 他就说 我以我的永生来启示 我断断不喜欢恶人死亡 以为我喜欢人死亡吗 我不喜欢 我喜欢的是什么呢 上帝说 我喜欢的是恶人回转 悔改 然后永远活着 这个是上帝的心意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摸着神的心意 今天我们 信了耶稣 我们得救了 我们高兴 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 当然有时候还会遇到一些挫折 一些失败 一些挑战 一些苦难 一些眼泪 但是神都引领我们 神都保守我们 耶稣说 是你们有苦难 但是放心 我已经胜过世界 世人说 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忧故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我们感谢神 但是如果我们摸着神的心呢 神要我们把这个的福音 传给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人 今天当你听到的时候 当你感觉到现在 圣灵在触摸你的时候 就是神呼召你 去把那些人带到教会里面 让教会里面 我们彼此相爱 我们奉主的名 我们彼此来祝福 让神的话与神的救恩 来得着他们 这个泥泥为臣呢 就好比 上帝吩咐我们要去的地方 正如当年他吩咐 这个的愿拿去 今天神吩咐我们去 使万民做他的门徒 我们 你说我是一个小人物 是我们不必去接触万民 但是好不好 一年带一个 两个 或者三个朋友 来到我们当中 好不好 带一个 两个 或者三个 或者按照你的信心 五个 带领他信耶稣 他就是那个 邻里为臣 神要我们去的 你愿意去吗 但是这个 越南 他不愿意去 第二个城市 他失 越南并不愿意 听神的吩咐 所以在第三节的时候 各位我们来看第三节 第三节这么说 越南却起来逃往 他市去 逃避耶和华 他就吓到越帕 遇见一条船 要往他市去 他就给了船架 上了船 要与船上的人 同往他市去 逃避耶和华 这个第三节 很生动的 就描述了 越南的决定 还有他的行动 而且你稍微细心一点 你会发现 又再次出现 第二次 这个起来 这个字眼 在第三节 越南却起来 还记得起来的意思吗 com 他不单只是 动作上的起来 他包括时间上 一刻也不可以等待 是啊 现在越南就是 一刻也没有等待 但是 他却是逃避神 他是逃到 他市那边去 神吩咐越南 你起来 赶紧 一刻也没有等待 他去 你以为 越南却 却就是一个相反 却起来 一刻也没有等待 逃到他市去 尝试 要逃到他市去 你在重看第三节 这个句子的结构 他就完全表达 越南很坚决的行动 还有越南这个的原因 里面出现三次讲 往他市去 为什么要讲三次呢 重要的事情要讲三次 一个句子出现三次 往他市去 然后句子的前面 和句子的最后面 出现什么字呢 他逃避 或者躲避 耶和华 他的反应和他的行动 都非常的迅速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知道他市 在地图里面的地理的位置 他的方向 他的距离 我们更能够感受到 越南这种要逃避神的 这种的决心 我们来看 他市在哪里 原来他市就位于 今天我们的西班牙 他是在当时的世界呢 是他们所知道的世界 最远的一个的地方 越南要逃避上帝啊 就逃到天涯海角去 好 我们来看这个地图 蓝色的这个字眼 这个方格 撒玛利亚就是 越南所居住的地方 神要采派他去 尼尼维在这个地方 今天的伊拉克 他却尝试 要逃到他市去 神叫他去 神叫他去 右边呢 他偏偏要去左边 从这个 撒玛利亚去尼尼维 当然路途也远 800公里 是啊 困难 是啊 很长的路程 但是啊 从 撒玛利亚 然后他去到 最靠近的港口 越怕 越快越好 最靠近了 就搭上了一条船 尝试要往他市去 从这边去 它是4千的公里 而且是走海路 更加的危险 如果我们知道 这样的一个地图 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是跟林尼维是 在一个完全相反的 一个的方向 而越南的行动 越南的反应 加上一个相反的方向 然后多出整整 差不多整4倍的 这个的距离的路程 越南就是决心 要彻彻底底的 要躲避神 他以为要躲避神 就要躲到天涯海角去 要离开神 越远的地方就越好 但是你注意 这个地图的尖头 在这边 为什么过后是这样的 虚线的 它没有成功 我们继续读下去 就知道了 他大概就是 出发了不久 就遇到那条的大鱼了 我们心中有点纳闷 先知 他应该是很懂神的心意的 才能够成为先知 先知 他应该比我们这些平凡人 灵命更高超的 先知 他应该是很勇敢的 先知 他应该是很顺服的 但是为什么愿 这一次却不顺服神呢 至少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他不愿意去 因为尼尼围城 是亚述帝国的首都 亚述帝国 在当时候的那一百年 分分秒秒 时时刻刻 都想要吞拼 这个的以色列国 所以换句话说 亚述人 尼尼围城里面住的人 是我的敌人 我为什么要传福音给他 我巴不得他死 按照我们的人性 他不愿意去 在我们那次去大英国物馆 离开了那个第十号厅 我们就去了一个 Room No.6 第六号的房间 那边最主要去看 这块的石头 这块石头 在最上面这边 就有这样的图画 下一个就有这样的图画 这是什么呢 原来这个符符在地上 壁子动到这个地的 那个是当时表示 一个完全的投降 完全的一个顺服的 一个动作来的 这个人原来是当时 那个以色列人的 的君王来的 那皇帝来的 他的名字叫做耶护 他都带了一般以色列人 带了一些的东西 去进贡 或者是要献给 这一个的亚述王 然后表示一个完全的投降 完全的顺服 而且在这个石碑的后面 有一些的文字 那个文字 翻译成我们的中文 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 安利的儿子耶护 耶护就是那个以色列王 我就是那个的亚述王 撒曼以色 三世 我收到了他的黄金 我收到他的银子 我收到他一只的金管 我收到他一只肩底的 一个金花瓶 一个金的大酒杯 一个的金筒 一个的石器 而石器一只的王杖 这个王杖 本来是代表那个王权的 都拿来贡献给亚述王了 还有一些的木器 这个亚述王得意洋洋 把这件事情 就制造了一个石碑 刻在那边 然后就保留到今天 让我们知道 当时一些的情况 亚述人是我的敌人 对越南来说 亚述人应该灭亡的 我怎么样可以传福音给他 有时候我们也不是这样 这些人真该死 这个坏蛋 快点死 我为什么要传福音给他 第二个原因 他不敢去 因为亚述人对待敌人 是很残暴的 根据一些的记载 根据一些泥板的记载 当他们攻破一个城的时候 他们会做什么呢 把全部的男丁杀死 不是杀死这么简单 先折磨他们 把眼睛挖掉 把壁纸割掉 把石头剪掉 然后把头砍掉 然后把这个没有头的身体 跟这个头一排的 挂在那个城墙上 看啊 敌对我们亚述人的人 下场就是这样 对女人呢 强暴等等 那个不说了 对那些大肚子的怎么样呢 一脚踩下去 或者呢 割开肚子 把那个baby拿出来 这个不是破福生产 把baby拿出来 丢在石头那边 这个真的是我们想起来 都毛骨俗然 这个就是亚述人 对他的敌人的手段 是很残暴 很残暴的 当然把这个baby 这个胎儿丢在石头上 那个脑这样都 都飞溅出来 这个就是 敌对我们的人的下场 所以 约纳他不敢去 今天神护照我们 当然有价值的东西 是需要付代价 去的 没有容易的事情 耶稣也说了 跨的路 大的路 大的门 很多人走 因为容易 但是窄的路 小的门 很多人不愿意走 但是耶稣说 窄的路 小的门 才是引到永生 那个很容易走的路 是引到地狱那边去的 各位 今天我们做基督徒 容易吗 不容易 在这样的一个 罪恶世界里面 但是神就是要 呼召我们成为 光和言 我们是否像越拿将 我们不愿意 我们是否像越拿将 我们怕 我们不敢告诉别人 我是基督徒 我们不敢邀请人来教会 我们不敢跟他分享福音 这个是越拿的一个情况 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去当中来思考 来反省 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最后的一个城市 我们去了 越怕 如果说 尼尼尾尘 是神吩咐我们要去的地方 第二个城市 它是 是我们逃避神的地方 但是呢 最后一个城市 它这个越怕 盼望越怕 是我们重新领受意向 重新领受能力 重新顺服神的 一个的地方 好 当时这个的越拿呢 为了要逃到天涯海角的 踏市区呢 它就去了最靠近的港口 越怕 上了船 逃到越远也好 接着下来第四节 一直到最后一节 第十七节 就讲了 接着下来这条船呢 遇到 忽然间遇到一个 忽然间发生了一个的大风暴 然后船上的一行人呢 都有战胜大海的危险 然后这段经文也描述了 那些水手啊 怎么样很惊恐的 求问他们的偶像 但是偶像嘛 圣经都讲了 有口不能讲话 有手不能动 偶像嘛 假的嘛 当然没有回应了 然后呢 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 后来呢 越拿就告诉他们 平静风浪的方法 就是把越拿丢到海里面去 因为船里面 有一个逃避上帝的人 上帝要教训他 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只要把这个坏蛋 这个不听话的孩子 丢在海里面 整船人可以得救了 这个在 这个的介绍下来 这一段里面 后来呢 就是神安排一条 大鱼把越拿吞掉 哇 这个如果拍成一套的电影 情节非常的紧张 一幕接一幕 一幕接一幕 非常的一个的紧张 我们来看从第四节 狂风大浪 一直到第十五节 这个狂风大浪平息 其中有一个人 担任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那个的船长 我们看第六节 我们看第六节 第六节呢 那个船长或者船主 就跑到越拿那边去 跟他说 你这个沉睡的人 哇 我们就要死了 你还在那边 呼呼大睡 你这个沉睡的人 为什么这样呢 起来 求告你的神 或者神顾念我们 使我们不知灭亡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看到第三次 出现起来 这个字眼 一刻也不要等待 醒了 醒了 再睡全船的人都要死了 立刻起来 求告你的神 在越拿书的第一章里面 求告神 也是一个主题来的 而且是外邦人求告神 本来他们不认识神的 他们是外邦人拜偶像的 但是他们求告神 你看 外邦的水手们求告神 第十四节 因为他们求拜偶像 偶像没有反应 第十四节 他们便求告耶和华 说耶和华 我们恳求你 等等等等 然后去到第三章的时候 全迷你围城的人 都求告神了 一个以色列人的先知 逃避上帝 反而是外邦人求告神 各位 这个让我们想到一样的事情 很强烈的 很强烈的传递给我们的一个信息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的本能 互求神 求告神 我们来看罗马书 保罗在讲到福音的时候 他说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然得救 但是 如果人未曾信他 怎么样求他呢 未曾听见 怎么样信他呢 没有传到的人 没有传福音的人 那些人怎么样听见呢 如果没有封差遣的 我们不愿意回应差遣 我们不愿意回应 这个的护照的 怎么样传到呢 这样的很多的问号 回到前面 这样的话 这些人就不会求告神 如果我们要他们求告神 就要封差遣 就要去传福音 就要听见 就要去信靠 以这些人呢 能够求告神 我们来到越怕 第三个这里讲到的城市 越怕是一个 代表了越南跌倒的地方 因为他就是从那边 尝试 坐船 尝试要逃避上帝的 他要逃避他的护照 他要逃避他的责任 他要逃避神的差遣 但是越南的时代 八百年后 就来到使徒的时代 新越 使徒的时代 有一次呢 彼得就在越怕这个地方 那时候呢 他正在午餐的时间 中午十二点 那个是犹太人祷告的时间 也是午餐的时间 所以他祷告祷告 他肚子都饿了 然后呢 他就看到一个异象 这个异象 repeat了三次 这个异象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块大布 这块大布从天垂下来 就吩咐彼得 你去看 然后你现在饿了吗 你就可以把里面那些东西 杀了拿来吃 彼得进去一看 那块布里面的东西 呀 不要搞笑 因为那些东西呢 都是一个正统的犹太人 从来不会去碰 更何况不会去吃的 一些他们认为不洁净的东西 他说 主啊 这些东西 我从来都没有进过我的口的 现在你要我把它切来吃 虽然我饿了 但是我也不会这样做 这个异象就三次 repeat重复 彼得就在那边想 这个异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要我去接触这些不洁净的东西 什么时候要我去吃这些不洁净的东西 就有人敲门了 这里有一个人叫彼得吗 有啊 我的主人吩咐我 把你带到去他的家那边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主人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有一天他在敬畏上帝的时候 上帝告诉他 要去越帕这个地方 找一个人叫彼得的 我会吩咐彼得 把福音传给你们 原来那个是一个外邦人 那个叫哥里流 是一个外邦人 然后是一个百夫长 是一个领袖来的 是一个军人来的 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来的 后来彼得就随着他们去了 彼得才忽然间恍然大悟 那个的异象是什么意思 彼得说 原本我们犹太人 跟你们外邦人 是没有在一起的 我们没有来往的 我们不能够坐下来 因为我们对我们来说 外邦人是不解禁的 我们不会去接触 他忽然间就明白了这个异象 原来神要他去接触 不解禁的时候要他吃 原来神就是要他去接触 不解禁的外邦人 因为神也爱外邦人 因为耶稣也为外邦人定死之下 现在的福音不只是给犹太人的 是给全世界的人 彼得忽然间明白了 彼得就冲破他心里面这个的障碍 然后把福音传到这个的 官长的家 还有他的家人 圣经记载 这个在《使徒行传》第十章 圣经记载 当彼得一讲的时候 圣灵就降临了 圣灵降临在那些人的身上 彼得目瞪口大 嘴巴大大 为什么呢 原来圣灵也降临在这些 我们认为不解禁的人身上 表示什么呢 表示神也悦纳他们 他们不单只是被圣灵充满 他们还讲起方圆来 证明了福音临到他们当中 各位 越怕八百年后 成为彼得领受异象的地方 各位我们的越怕 有没有我们曾经 就是逃避神 有没有曾经我们不顺服神 有没有神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我们不愿意 神要我们传福音 我们不敢 神要我们彼此相爱在教会里面 我们有很多的血气跟人性在当中 神要我们继续参与侍奉 我们再拒绝 但是但愿我们今天呢 在一个曾经跌倒的地方 我们曾经跌倒 但是我们可以封主的名 再次站起来 我们重新领受异象 我们从敬拜当中 再次再体认到上帝的伟大 和上帝的荣耀的时候 主啊 请差遣我 我就在这里 各位我们一起来祷告 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让我封主的名 来邀请你来到前面 如果你说 主啊 我愿意 今天当我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 我被你的话语来触动 我被声音来提醒 我愿意成为一个回应你呼召的人 我要得到你的祝福 我要得到你的帮助 我要成为和你心意的人 你现在我就封主的名 邀请你来到前面 我们的长老 我们要为你祷告 要为你祝福 你来到前面 我们请尽快战旅团来带领我们 我们再次进入敬拜里面 让我们封主的名 我们一起来敬拜 我们一起来回应神 你就来到前面 我们来为你祷告 我们祈求这个圣灵再次的充满 使我 使你 我们一起成为一个刚强的人 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 你说主啊 我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我今天从越南的身上 我看到不顺服神的那种的背叛 那种的不对 我又看到彼得 在他再次领受异象的时候 他能够冲破他心理的障碍 今天我也要冲破心理的障碍 我要成为和你心意的儿女 我要领受你的祝福 你到前面来 我们为你来祷告 就遵命运行 我们更想你 让我们把十几万钱献给你 我们把十几万钱献给你 让我们把十几万钱献给你 啊 主圣灵 啊 主圣灵 充满在这里 叫我们的灵人在你光中 再一次醒起 啊 主圣灵 啊 主圣灵 啊 主圣灵 充满在这里 让我们充满我们的心 让我们明白的所有旨意 在这四颗祝 aceite 来充满我们的心 在这四颗求神灵养心 完全显业 在这时刻 在这时刻求生你隐形 来充满我们的心 改变我们 改变我们 让我们更像你 让我们把自己完全写给你 父求圣灵 主圣灵啊 主圣灵 充满在这里 将我们的灵能在地光中 在一时兴起 啊 主圣灵啊 主圣灵 充满在这里 来充满我们的心 让我们明白的所有指引 主圣灵啊 主圣灵啊 主圣灵 最后一次 主圣灵 哦 主圣灵啊 主圣灵 充满在这里 让我们的灵能在地光中 再一次兴起 哦 主圣灵啊 主圣灵 充满在这里 来充满我们的心 让我们明白的所有指引 来充满我们 来充满我们的心 让我们明白的所有指引 来充满我们的心 让我们明白的所有指引 啊 主圣灵啊 主圣灵啊 主圣灵 我也是我的想法 还剩下了 死刀灵啊 主圣灵啊 主圣灵啊 古圣灵 花沙十所 感谢观看